李應聰風水命理 焦點視頻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 迎光樂又見到我們的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李應聰風水命理的節目 今天仍然是2020年的12月11日 剛才就跟大家講了十二生肖的運程 入鄉持續繼續跟大家講一些文化上的東西 就是這個榴槤風水佈局 我又是要重複一次 因為我是沒有辦法去看過你家的亂頭 山水的形勢和每一間屋的座向都不一樣 所以榴槤風水佈局其實是以化解事情為主 在催旺方面來說就不可以去得那麼盡 否則因為沒有看過你家屋原本的風水的座向 有機會可能會有衝突 這些是首先你要掌握的一個理解 好了 這一個是 可能你隨便買本運程書都會見到的榴槤飛聲 就是2021年的風水佈局 好了 我們首先要化解了 好未趨什麼事業財運之前 先要化解了一些容易有災病的現象 第一大家可能都耳熟能長 就是這個五黃 2021年的五黃就飛到東南位置 那怎樣叫做2021年呢 我們叫做立春2月4日就為之2021年了 但其實如果我們報風水局的話 其實可以在今年的冬節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報了 一達到2021年的立春 你就可以搶先地拿到這個氣場 你立春之後報的效果不是不行 不過來得會比較慢了 這樣的情況 OK 好了 先化了五黃先 這個是一個病位 那第二方面來講 就是正北這個位置 二黑這個位置也是一個病位 那你不要分二黑 勁還是五黃勁 我兩個病你都要化解的 那麼東南的位置 我們是怎樣的位置叫做東南方呢 在整間屋 整間屋 OK 整間屋 你把東南西北 在中心點那裡散出去 散出去的東南位那個位置 五黃這個 你可以用五個乾隆銅錢 跨在一個頸以上的位置 頸以上 不可以太高 大約自己個人的頭部 就是眼部附近那個位置 用五個乾隆銅錢 就放在這個五黃病位 五個銅錢呢 每一個銅錢隔開一點點位 不要黏到一條 隔開一點點 那個乾字要見到的 記住是五個乾隆銅錢 就並不是五帝錢 有些分別的 五帝錢就是五個不同的 清朝那些什麼年代 那些不需要 五個都是乾隆 不需要開光的 大約可能是兩三元一個 那些乾隆銅錢就可以了 OK 放在這個東南方 可以化解這個五黃 第二方面來的就是 耳黑這個位置 耳黑就在正北方 整間屋裡計 你的正北那個位置 你可以放兩個銅的葫蘆 要開蓋的 銅的葫蘆 一般的風水用品都可以買的 開了個蓋去 嘴向天 兩個 放在正北這個位置 好了 如果你說 我不可以佈整間屋 我只可以佈在自己的房間 那道理一樣的 你在房間裡面的中心點 由中心一點裡面 射出去東南 和射出去正北的位置 放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也可以 我們叫做一物一太極 所以你也可以放在自己的房間的位置 那如果你是有辦公室 有自己的房間的話 譬如你是經理級 你有自己的房間 你也可以這樣放 化解了這個病位 好了 那第二方面來說 做人最怕除了病的肩膀 就一定是是非非的 因為 會令到別人很煩 那是非星呢 叫三壁 就放在西南方 西南方的三仔 那是是非 那是非 我們怎樣化解呢 是非來說 你可以用 兩顆 大 七顆 細的 圓形的白玉扣 那些平安玉扣 那些白色 中間有個洞 那些 叫做白玉扣 這樣就放在西南方 跨起它 你可以用白色線 跨起它 又或者你就這樣 用Blue Tab 就這樣黏在那裡 都是一樣 大約是眼部的位置 記住 一旦放在銅錢 白玉扣 也好 你不要放地毯底 天花板 都放在頂上 風水的形態 所說 你眼見到什麼就認什麼 你一放在看不到的位置 效果會大大減弱 那就是化了這三個位置 好了 然後就開始去想 你們想要吹什麼 例如 假設之間 現在你是想吹這個 財運的 那一般可能 那些人就想吹偏財 投資順利一點 諸如此類這樣的情況 那偏財位置來講 有兩個位置可以給大家吹 一個是 正南方 一仔這個位置 或者西北方 七仔這個位置 都可以 能夠吹到偏財 那你可以在一 和七 這兩個位置裡面來講 用一個圓形的金魚缸 圓形的金魚缸 那你中間呢 放一個龍銀 什麼叫做龍銀呢 就是一個銀幣裡面 有條龍那個 就為之叫做龍銀 然後就圍著六個乾龍銅錢 那條龍呢 就向天的 六個乾龍銅字 那個乾字都向天的圍圈 中間一個龍銀 六個乾龍銅字圍著 那些字向天 然後呢 加滿水 放在正南 或者西北方這個位置 那兩個都放得不行呢 都可以的 如果我經過力量太重 那你最好隨便選一個位置 選一個有氣口動的位置 例如門口 窗邊 這些位置叫做有氣動的位置 效果就會最高 那如果你說 我想吹到桃花 這樣的情況 那很簡單 如果你是男士 你就在水瓶旁邊 放一個銅製的少女公仔 放在旁邊 如果你是男士 用一個銅製的女士 的公仔 金屬公仔 不要盲眼 揹手揹腳 那些 完整了條一點 性感一點 OK 放在水瓶旁邊 裡面 有加強這個 鋁圓的作用 如果你是女性方面 來說 你就不用擺女性 女性方面 就不用擺女性 我們放在第二個位置 OK 好了 吹完桃花 也都會吹到偏才 這兩個位置 好了 接下來就吹正才 正才 就是白這個位置 就是正西方 好了 這個位置很簡單 你可以用一個四方形的碟 白色瓷器碟 四方形的 上面擺八粒的黃玉元寶 黃玉元寶 即是用黃色玉做的金元寶那個形 不過它用黃玉做的 你在淘寶搜尋黃玉元寶 有得給你選 八粒放在白色瓷器碟 放在正才這個位置 這樣就可以吹到一些正才方面的東西 或者你可以在這個 白這個位置裡面來說 你可以除了放在這個 黃玉元寶搜尋黃玉元寶 你就可以再加多一個財神 銅製的財神 那也都有這個 吹旺一個升職 正才的作用 好了 那剛才我們在說桃花 藍的就在一和七這個位置 在水裡面放一個 銅製的少女公仔 那如果你是女士的話 想吹桃花 就在八這個位置 八這個位置裡面來講 你放一個 那些叫做 小銅公仔 對呀 用一些 譬如可能 瓷器 陶瓷做 例如 人家結婚用的 那些 那些 那些男仔的公仔 放八個 放在這個八仔裡面 那就可以加強 人家的現象 例如你沒有對象 或者這麼久以來都已經是 沒有人約 吃飯 那樣呢 你就放八個少男的公仔 就在這個位置 就是加強人丁的現象 那這個就是幫女士們 就是 吹桃花的 那但是女士們 除了在八這個位置 放八個 藍丁之外來講 一和七 你都要加水 那這個呢 就是 就是吹動你想主動 認識男仔的心態 即是 如果有男仔來打電話 讓你先咳他 那你都沒有用的 是不是 你要吹動到你想 認識男仔的心態 肯出街玩那個心態 那你一和七 你都要放水 去加強你自己那個 桃花的意境 那最後一個位置來講 就是這個 九指 我們叫做喜慶星 就是東北位置 那應該是喜慶星來的 那喜慶星來講 你想吹就是 吹一些開心的東西 你可以放一些鮮色的東西 放在九指那裡 一些鮮色的東西 顏色就可以了 譬如你九個勵士風 就已經可以了 不需要用一些燈去放 記住 因為如果你把聖誕燈 燈色 閃閃亮亮的燈 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火會太重 會引致到有病的 所以你放九個勵士風 紅色的那些放進去 或者你在上網 search 蝴蝶 用九隻鮮艷顏色的蝴蝶 黏在喜慶位 蝴蝶 就可以令到你花枝礁 多了人緣 黃澄 這樣的情況 就可以了 讀書的朋友 四個位置 我們叫做文書位置 文書的位置裡面 一般來說 你可以有兩樣東西 可以考慮的 第一你可以放一個 九層高的文昌塔 九層高的文昌塔 你可以用粉紅色 或者白色 都可以的 九層高 因為它分七層 九層 十三層 你用九層高的 九層高 粉紅色 或者白色的文昌塔 放在四六文書 這個位置 第二方面來說 你可以放四支毛筆 毛筆頭就向天 用紅色的油 點開它 放四支毛筆都可以 但是文昌塔 似乎效果好少少 這樣的情況 這一個就是 2021年封鎖的佈局 按著你的需要 如果你說 我又有小孩 又有父母 又有男女 怎樣佈 整間屋都佈了嗎 你可以各自房去佈 例如 小朋友建一間房 他就要讀書 那你就只是佈文書 不用佈其他桃花 你單身寡仔 那你就報偏財 再加桃花 你正在賺工的 有報正財 這樣的情況 但是無論報什麼都好 病那些是非就化了 那不然 你一路賺錢 一路有很多是非 又病 錢都會散光 好嗎 那這就是 2021年的風水報局 那師傅我想請教 你知道 剛才 你說了很多方位 如果盡量擺到 當然最好 但是現在 有一些新屋 奇蹟 就是窮字 都可以 如果我剛才看過 一個窮字的話 應該就有三格 就沒有了這個方位 其實不會沒有的 其實來說 因為我們擺 擺風水的時候 不是用狗公角去擺 我是用狗公角 告訴你們 其實在一間屋裡面 例如假設這間 你可能是 一間這樣的屋 一間這樣的屋 其實來說 例如 你這裡可能是大門口 這裡是大門 OK 其實你家屋裡面 有一個中心點 接著射回八方 是這樣擺的 即是在一個中心位置裡面 有東南南西南西西西北北東北東 八方 例如你這個位置 你叫做缺角 不要緊要 你就放在這個位置 哦 對 不會放不到 OK 即是沒有事情做不到 對 沒有事情做不到 OK 那好了 今集我們知道了 下一集會說什麼 師傅 下一集 就跟大家說 一點點政治人物 可能講完這一集 可能有一段時間 未必會再講 因為大家都聽到義務 都講到悶 那就跟大家分享幾位 政治人物的未來運程 OK 好 下一集再見 李永宗師傅 拜拜